哈尔滨的地理位置是东京185度 北约46度 是总统的北方最寒冷的省会城市 工日期达到了183天 冬天的平均温度是零下17度 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40度 从我们公主角度讲 哈尔滨由于历史的原因 小壳炉存量比较大 这样的话导致对哈尔滨整个空气质量 有很大的影响 外面比较严重 这样的话按照国家的要求 市委市政府对哈尔滨的小壳炉 进行大量的拆币 在12月期间 我们总共拆币了 渐近两千台小壳炉 实际工日面临3600万米 威达公司是在我们哈尔滨 公日里头是一个主日元单位 公日单位 按哈尔滨的一共规划是十公日分区 其中威利亚是我们一个公日分区的 一个主日元 威利亚公司按照政府的要求 这一年对这个日元建设 进行大量的投资改造 到目前为止 它已经投入了6台58兆瓦的热水锅炉 两台5万基础 今年又投产了一台1680热水锅炉 达到了公日能力2500万米 目前威利亚公司的公日面积 已经达到了2200万米 涉及用户17万户 威利亚公司是我们在哈尔滨来说 是一个西南部公日区域 这个区域通过威利亚公司的项目建设 增加公日能力 使这个区域的新建的公日复合 和既有的小公主菜币 做了很大的工作 这样的话通过这一年的改造 使这个区域的公日质量 有了明显提高 这个区域的活泡质量 有了很大的改善 威利亚公司能够按照政府的要求 和条例的要求 对区域内的公日企业进行服务 满足这个区域的公日 居民的公日质量 出现事故的时候 能够及时抢修 这样的话能够导致 这个区域的公日质量平稳 而且这些年 对这个公日质量有明显提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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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